今天禪誌要開示轉法輪經 在開示之前 大家先對世尊表示理禁 念了三次南無達薩 那個意思是 理禁、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者 這部經是佛陀成道後所開示的第一部經 開示的對象是吳比丘 經文開始說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在波羅奈附近 仙人墮處的鹿野苑 這裡經文所說的一時 是指佛陀成道之後將近兩個月 在陽曆六七月間的月園日 那時佛陀從菩提家也 來到仙人墮處的鹿野苑 為什麼這個地方稱為仙人墮處呢? 因為在我們的菩薩成佛之前 有許多仙人 也就是隱士 住在喜馬拉雅山 包括許多畢之佛在內 他們從居住的地方飛來 在陸野苑降落下來 然後進入波羅奈城去脫波 脫完波之後 又從陸野苑起飛 回到喜馬拉雅山去 因此這個地方稱為仙人墮處 經文接著說 那時世尊對吳比丘如此說 諸比丘 有兩種極端是出家人所不應當從事的 是哪兩種呢? 這裡的吳比丘是指 焦成儒、魏伐、伐提家、摩科納摩 以及阿蘇士 其中的阿蘇士比丘 後來成為設立佛尊者的老師 在十萬大節之前 他們都曾在聖莲花佛座下 積聚波羅蜜 並且曾速度在過去諸佛的教化其中 修行觀禪 達到行舍制的階段 為什麼我們能夠說 他們過去曾經積聚很多的波羅蜜呢? 因為在他們最後這一生 聽聞佛陀講解吳我相心之後 他們就會憎悟阿羅漢 同時也具足是無礙解釋 是無礙解釋是 第一,義無礙解釋 這是對苦地的無礙解釋 第二,法無礙解釋 這是對極地,也就是苦的原因 了解極地的無礙解釋 第三,慈無礙解釋 這是對於苦地法以及極地法 詞與用法上的無礙解釋 第四,應變無礙解釋 這是對於前三種無礙解釋的透徹了解 如此的無礙解釋 要得到事無礙解釋 必須具備五項條件 第一項是正悟 意思就是說 他們必須在那一生中 正得阿羅漢果 或其他三種當中任何一種正道 第二個條件是要精通教理 意思就是他們必須背誦經歷論三章 第三個條件是文法 也就是他們必須很細心地 很恭敬地聽聞佛法 第四個條件是質問 就是他們必須研究三章的註解 如此來清楚地了解三章 第五個條件是先前的修行 意思就是 他們必須在過去佛的教化期中 曾經修行觀禪 達到行舍式的階段 這五項條件當中 第一項是今生得到的 也就是在他們得到事物愛解釋 那一生得到的 他們必須在那一生正得某一個聖道 從第二項到第五項 這四個條件 這是在過去佛教化期中所累積 所培育的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這項事實 也就是古比丘在過去佛的教化期中 已經曾經累積波羅蜜 以便支持他們在最後那一生中 能夠證得阿羅漢果 連同事物愛解釋 經文繼續解釋 佛陀所說的是哪兩種極端 一種是沉迷於感官享樂 這是低下的 初俗的 凡夫的行為 非聖者的行為 沒有利益的 另一種是自我折磨的苦行 這是痛苦的 非聖者的行為 沒有利益的 佛陀說兩種極端當中的一種 是沉迷於感官享樂 如果比丘沉迷於感官享樂 那麼他對預熱的執著 會日漸增強 因而無法正悟捏盤 或達到其他殘修成果 另一種極端是自我折磨的苦行 例如躺握在刺上 持續地用一腳站立等等 如果比丘沉迷於自我折磨的苦行 他就無法培育深厚的定力 沒有深厚的定力 就無法如實地了知諸法 因此無法側悟四聖地 經文繼續說道 藉著避免這兩種極端 如來實踐忠道 此忠道帶來側見 帶來真知 通向極端 聖智 聖覺 滅盤 這裡所謂的極端 是指完全滅除一切的煩惱 所謂聖智 是指了悟四聖地的智慧 在此 禪師想解釋四聖地的重要性 在相應部二孔經中 有一次佛陀問說 朱比丘 假設有人將中間有一個洞的二條丟入大海 而在茫茫大海中 有一隻蝦眼的海龜 每隔一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 你們認為如何? 朱比丘 那隻每隔一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的蝦眼海龜 會不會在浮出海面時 將頭伸入那二條中間的洞呢? 朱比丘回答說 世尊 如果那隻海龜要如此做到的話 那必然要經過很長久的時間 才可能辦到 佛陀接著說 那隻每隔一百年才浮出海面一次的蝦眼海龜 將頭伸入那二條中間的洞 所需要的時間 比愚痴者墮入地獄之後 要再投身到人間所需要的時間更短 什麼緣故呢? 朱比丘 因為愚痴者的行為沒有受到佛法引導 沒有正當的行為 沒有善行 沒有德行 而是造了許多互相毀滅 及毀滅弱者的業 為什麼會如此呢? 朱比丘 因為他們沒有見到四聖帝 何謂四聖帝呢? 也就是苦聖帝 苦疾聖帝 苦滅聖帝 以及導致苦滅的道聖帝 因此 因此 朱比丘 賤 真知 與正覺的唯一道路 轉法輪經 繼續說道 朱比丘 那帶來側見 帶來真知 通向即靜 聖智 正覺 涅槃 的中道是什麼呢? 那就是八聖道分 即 正見 正思維 正語 正業 正念 正精進 正念 即正定 朱比丘 這就是帶來側見 帶來真知 通向即靜 聖智 正覺 涅槃 的中道 在此 禪師要加以解釋 什麼是正見呢? 在大念觸經中 佛陀解釋正見的四個層面如下 了知苦地的智慧 了知疾地的智慧 了知滅地的智慧 了知道地的智慧 這四種智慧稱為正見 什麼是正思維呢? 使心投入苦地 使心投入疾地 使心投入滅地 使心投入道地 這四種使心投入的法稱為正思維 因此正見與正思維 經常相伴存在 他們生起於同一個心事 刹那中 正與正業與正命 屬於戒學 也就是戒行的訓練 什麼是正經禁呢? 修行止禪時 為了完全專注於止禪目標 而付出的努力稱為正經禁 修行觀禪時 為了了知苦地、疾地、滅地與道地 而付出的努力稱為正經禁 什麼是正念呢? 對苦地的意念不忘 對極地的意念不忘 對滅地的意念不忘 以及對道地的意念不忘 這四種意念不忘 稱為正念 什麼是正定呢? 在止禪中 八定稱為正定 八定也就是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空無邊觸定 事無邊觸定 無所有觸定 以及非想非非想觸定 有兩種發生道分 也就是世間的發生道分 以及初世間的發生道分 就世間的八聖道分而言 在修行觀禪的時候 就有八聖道分存在 第一是正見 也就是了知苦地法的智慧 什麼是苦地呢? 簡單地說 無取運就是苦地 之後禪師會解釋無取運 剛才講到正見有四種 第一種是了知苦地的智慧 第二種是了知疾地的智慧 什麼是疾地呢? 疾地是苦地的因 尤其是緣起法 緣起法是疾地 之後禪師會再解釋緣起法 苦地法與疾地法 都是修行觀禪的所緣目標 第三種正見 是了知滅地的智慧 關於滅有兩種 也就是世間的滅 以及初世間的滅 世間的滅 是指苦地法以及疾地法的刺那滅 也就是站直的滅 苦地法與疾地法又稱為刑法 官字可以造見到刑法的刺那滅 這樣的官字也是一種正見 另外一種世間的滅 是因緣滅 所謂因緣滅就是 因為由於因生起 所以果生起 由於因完全壞滅 所以果完全壞滅 合起來是因緣的生滅 世間的正思維 經常與世間的正見同時生起 世間的正思維 也就是將心投入苦地 投入疾地 投入滅地 投入道地 在你修行止觀之前 必須先持守戒律 如此就是具備了正語、正業 以及正命這三項聖道分 這三項是戒學 這是世間的戒 在修行觀禅的時候 為了了知苦地與疾地而付出的努力 這是世間精進 然後進一步 為了觀照苦地法與疾地法的 刹那滅與因緣滅 所付出的努力也是世間精進 對苦地與疾地法的意念不忘 以及對苦地與疾地法 因緣生滅、刹那生滅的意念不忘 這些都是世間的正念 關於世間的正定 殘那的定力是世間的正定 這個在剛才已經提過 然後在你修行觀禅的時候 你對於苦地法與疾地法 他們無常苦無我這三項的專注 這個也是世間的正定 世間的正定 經常是與世間的正見同時存在 剛才所說的是世間的八聖道分 接著要解釋出世間的八聖道分 第一是出世間的正見 也就是以道治了悟涅槃 這時候的智慧 這個道治是出世間的正見 使心投入涅槃 這樣的法這樣的心所 這是正思維 出世間的正思維 正道治能夠滅除一切 會導致違反正與正業正命的煩惱 因此在一個人正悟涅槃的時候 正與正業正命 這三項正道分都同時存在 出世間的正經進 就是為了了知涅槃所付出的努力 出世間的正念 就是對涅槃意念不忘 出世間的正定 出世間的正定 就是專注於涅槃 因此出世間的八聖道分 都是以涅槃作為他的所源目標 經文繼續說到 朱比丘 這是苦聖地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愁悲苦 憂恼 都是苦 願正會是苦 愛別離是苦 求不得也是苦 簡單的說 無取運是苦 生老病死是苦 可以根據世俗地 來了知 願正會 愛別離 求不得 稱為有貪之苦 意思是 因為執著而生起的苦 然後佛多以蓋瓜的方式 如此解釋苦地 簡單的說 無取運是苦 無取運都是官制的所源目標 什麼是無取運呢 無取運就是色取運 受取運 詳取運 行取運 以及試取運 什麼是色取運呢 在孕品相應 孕經中 佛陀開示說 無論是過去的設法 未來的設法 或現在的設法 內在的 或外在的 出的 或細的 低略的 或高尚的 遠的 或近的設法 只要是會成為 煩惱與直取的目標的設法 都稱為色取運 佛多以同樣的方式 解釋受取運 想取運 行取運 以及試取運 因此 大家應當了解 不只是現在的無取運 是苦地法而已 過去的 未來的 內在的 外在的 粗的 細的 低略的 高尚的 遠的 以及近的無取運 也都是苦地法 不 不了知 四聖地 就無法證物 涅槃 而苦地 正是四聖地當中的一項 它包括上述的十一種無取運 如果想要正物涅槃 解脫生死輪迴 就必須了知這些無取運 經文接著解釋第二項聖地如下 諸比丘 這是苦及聖地 造成 投生的是愛玉 它伴隨著喜與貪同時生起 四處追求愛樂 也就是 欲愛 有愛 及非有愛 諸比丘 在本經中 佛陀教導說 愛玉是極地 然而 在因緣品相應中 佛陀教導說 緣其法也是極地 因此 福明 愛 取 行 業 都是極地 簡單地說 一切善與不善業 都是極地 在地相應中 佛陀以五種方式來解釋極地 一 愛玉是極地 二 十種煩惱是極地 所謂十種煩惱就是 貪 撐 吃 焦慢 邪見 疑 昏塵 吊舉 無禪 無愧 三 一切不善法是極地 四 一切不善法與三善根是極地 所謂三善根就是無貪、無稱、無吃 五 一切善法與不善法 或者說一切善與不善的業力也都是極地 既然一切善與不善業力也都是極地 那麼 為什麼佛陀在本經中只說到愛玉是極地呢? 舉例而言 只要一顆種子中還有黏性 那麼中有一天它就還會生根發芽 同樣地 只要業力還有愛玉伴隨 它就還會結成果報 如果沒有了愛玉 業力就無法結成任何果報 這就是為什麼佛陀說愛玉是極地的理由 大家應當記住極地是苦的因 在本經中佛陀如此教導 簡單地說無取運是苦 因此極地是無取運升起的原因 大家應當記住這種因果關係 前面禪師開示過的苦地法以及極地法 都是修行觀禪的目標 因此如果大家想要修行觀禪 就必須先造建苦地法與極地法 如何才能造建呢? 禪師將在下次開示中講解 今天禪師要繼續講解傳法倫經 上一次講到第二項聖地 接著經中解釋第三項聖地 主比丘 這是苦滅聖地 其是此愛玉的完全熄滅無餘 捨棄、遠離、解脫、無濁 在本經中 佛陀教導說 愛玉的完全熄滅無餘是滅地 而在其他經中 佛陀教導說 苦地的完全熄滅無餘是滅地 為什麼有這兩種不同的解釋法呢? 事實上他們是指同樣的道理 由於愛玉完全熄滅無餘 或者說 由於無明、愛、取、行、業 完全熄滅無餘 所以五印就會完全熄滅無餘 由於陰滅 所以果滅 果滅的緣故是由於陰滅 這兩種解釋法中 一種是依照因滅來解釋 另一種是依照果滅來解釋 而事實上都是指相同的道理 這就是為什麼佛陀有時說 愛玉的完全熄滅無餘是滅地 有時說 五印的完全熄滅無餘是滅地 接著經文解釋第四項聖地 主比丘 這是導致苦滅的道聖地 那就是八聖道分 以正見、正思為、正羽、正夜、正面、正經境、正念以及正定 有時稱八聖道分為道地 但是在本經中 佛陀稱它為導致苦滅的道聖地 這兩種名稱含義相同 八聖道分有兩種 也就是世間的與初世間的 就世間的八聖道分而言 在你修行觀禪的時候 有五項正道分同時存在 舉例而言 如果你已經能造見五印及他們的印 那時你應當觀照這些刑法的無常、苦、無我、三項 苦地法與疾地法都稱為刑法 借著透視他們生命的本質 你了知他們為無常 借著透視他們受到生命逼迫的本質 你了知他們為苦 借著透視他們沒有橫藏自我的本質 你了知他們為無我 如此修行時 了知這些刑法無常、苦、無我本質的智慧是正見 將心投入這些刑法 與其無常、苦、無我本質的是正思維 正見與正思維經常同時存在 為了造見刑法無常、苦、無我本質 而付出的努力是正精進 對刑法的無常、苦、無我本質 對刑法的無常、苦、無我本質 對刑法的無常、苦、無我本質是正定 因此 當禪修者修行觀禪時 上述這五項聖道分同時存在 而正語、正業、正命 這三項聖道分屬於戒學 在修行止禪與觀禪之前 你必須先持守戒律 就是具備了正語、正業與正命 這三項 如此總共有八項聖道分 然而 就世間道而言 戒學的三項聖道分 不會和其餘的五項聖道分同時升起 意思就是 它們不會存在於同一個心事刹那 或同一個心路過程中 修行觀禪到了最後 當禪修者正悟滅盤時 八項聖道分都存在他的心中 那是初世間的八項聖道分 了知涅槃的是正健 將心投入涅槃的是正思維 為了了知涅槃而付出的努力 是正精進 對涅槃明記不忘是正念 專注於涅槃是正定 能造成邪與邪业與邪命的煩惱 都被道字滅除了 因此正與正业與正命 也都與道字同時存在 如此 當禪修者正悟逆盤時 八項聖道分同時都具足 如何修行才能了悟四聖地呢 請联聽 出自地相印三摩地經的這段經文 諸底丘應當培育定力 有電力的比丘能夠如邪地了知諸法